画家黄冠宇最近回到故乡普里酒厂 举办画展跟蝴蝶保育活动 希望以实际的行动爱乡爱土爱地球 出生在三明水秀南投普里的心灵画家黄冠宇 父亲原本就是普里街上出名的电影看板师傅 从小耳濡目染之下也培养激发出黄冠宇喜欢美术绘画 热爱艺术的基因跟天性 黄冠宇以台湾稀有的疗愈性心灵画家为创作中心主题 最近十年来慢慢在台湾画坛走出自己的创作特色 他的作品以自然环保爱地球为理念 加上优美的画风 多彩多姿丰富的色彩呈现 让人一眼望去就会深深受到吸引 融入画作中美好的人事物 不管是虫与鸟兽日月星辰的美景变化 黄冠宇都能以百变的画笔画作永恒的画作 也在台湾画坛打出名号 黄冠宇还以艺术与美学的方式 带动普里的观光旅游产业 艺术家黄冠宇老师因此回故乡办画展 从2023年7月开始 以一年的时间持续在普里酒厂旗舰馆展出他的作品 那也希望说大家有时间的话 进来普里以后来到我们的普里的普里酒厂旗舰馆 来参观我们新的这个装潢 那也管宇的作品呢 常年会在这里不定期的替换展出 那也希望说带给普里有更多的视觉 艺文的这些活动 很感谢国际级的画家黄冠宇来这边展出 带动普里的繁荣 感谢黄冠宇的画作的展出 谢谢 黄冠宇也会不定期更换作品 希望吸引更多的民众跟游客 能够常来普里酒厂走动 体验这一座全台湾经营最成功 有百年历史的普里绍兴酒厂 也让刚刚换新装重新设计装潢的旗舰馆 增添了更多的艺术气息 另外为了要重振普里蝴蝶王国的美誉 画家黄冠宇也在最近结合包括 环中符伦社在内的十多个国际符伦工艺社团 共同在普里天水莲饭店 举办了一场呼吁蝴蝶的环保工艺活动 希望不仅能把国际艺术展聚焦在普里 也配合环保工艺的活动 期待重振蝴蝶王国的美名 针对我们这个紫斑铁做一个长期的富裕 因为台湾的一些物种一直在濒临的一个决机的情况 所以我们希望借有这个机会 能够让所有的必要的物种 让这个紫斑铁能够有更加富裕 黄冠宇说普里有好山好水好风光 所以一年四季都有许多游客来普里观光旅游 黄冠宇这次结合画展跟蝴蝶保育活动 就是希望以遍及世界各地天地万物的不爱胸怀 希望回馈给故乡普里 让山城普里的自然景观增添更多艺术气息 带动更多元变化的国际视野 也让更多艺术家聚集在普里 丰富这里的人文景致跟艺术氛围 记者陈文旭 李佳金 南投报导